这个战狼部长 不是外交部长 这个王毅 最近发表了一个对 美国似乎是 比较 比较有人说是 求和 我不知道是不是求和了 还没真打起来求上活了 对吧 但是川普总统这边的大半啊 好像已经 越来越多 你看那个FBI的那个局长 在哈德森发表了一个 非常长篇的讲话 历缩了中国人是 怎么怎么样在美国偷东西 这个很可怕 把习近平也骂了一通 那么司法部长也骂 国务群也骂 现在好像男流都一个一个的骂 而且他们说骂在后面 就有一个一个大棒来 在新疆 成情国已经开始了 下个星期呢 就是在香港 所以中美关系您怎么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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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川普总统是为了选情 要表现一个姿态 还是王毅 也是故意表一个姿态 但是他们的 各自的这个 表态啊 我不知道您怎么解读啊 这个星期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这个外交表态呢 往往是表面的啊 放着烟幕里 应当真正的 还得要幕后的这个沟通和谈判啊 但是王毅呢 这个讲话啊 无疑是比较出人意表 因为他就是战狼的总代表 你记得前两年这个工人在这个加拿大啊 骂的这个加拿大这个女记者啊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的人权 你去过中国吗 你没去过中国 你怎么对中国的人权 有这么这样的看法呢 有这么个批评呢 今天这个好像比较的和颜悦色 我估计呢 在内部可能也受到了不少的压力 一看美国就下着来争辩 因为呢 上个月我们都记得 开出这个宣传机器 对蓬佩奥进行人身攻击 说他这种基础是什么人类公敌啊 人类的什么渣子啊 诸如此类 今天这些都不见了 暂时就说这个啊 什么又把一些前几年的 什么什么中美关系啊 有一百个一定要好起来的理由 哎呀这些话 我们听来真是恍如个是 啊怎么会忽然把这些话提出来的啊 所以呢就又说什么什么啊 中美啊这个中国没有扩的 二零五千年没有扩张的基因呢 如果没有扩张的基因 那么现在南中国海 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啊 那个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对于这个国安法啊 中国的香港的国安法 东南亚的国家并不支持 并不积极啊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没有表态支持啊 为什么啊 当然是对南海局势不满 为什么对南海局势不满 他们继续认为中国在南海有所扩张 当然这些哎呀外交辞联不重要 但是我想从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到蓬佩奥 连一些商务的官员都出来说话 立其中国之非 所以我想因为王毅啊或者是李克强心中有数 到底中国现在这个实力 或这个促进跟美国人硬碰的话 会占多少便宜 所以不得不啊把这个语调平和一点 但是我猜想啊 是晚了一点 晚了些 因为王毅说中国一切都可以 我们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 你要听着听 你记住 王毅说 中美关系之间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 美国人说 哎你这个文案法你怎么没坐下来跟我谈啊 啊 这个去年的这个送中条例啊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搞了吗 你怎么叫林郑月娥啊 就是义孤性啊 是不是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呢 不见得吧 台湾这个促进能不能坐下来谈啊 对不对 所以从以前上 从以前来说什么 这又是不可出奇的底线 那也是不可出奇的底线 西状不能谈 新疆不能谈 香港国安法不能谈 台湾更不能谈 到了今天王毅外长 忽然说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 要我是蓬佩奥 我就有感到有点的迷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哎呀 所以这个讲话说实在 我不知道其他大陆的这个 爱国的网民怎么看啊 我是觉得有点的意外啊 这个又说什么中美 虽然制度社会制度不同啊 但完全可以并行不驳 和平共存 那么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人类共同啊 什么叫共同啊 这个呢我想要跟美国的这些领导人具体的还是要解释一下 这个美国现在有这么一种看法 就是说11月份的大选 不管谁当选 是川普总统年代也好 是半年这个当选也好 双方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很难练去 就是很难回到原来的这个时代 因为假如啊这个民主党上台共同党在这些党 他也有非常大的牵制力 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人权系统 美国的这个很多利益集团也会牵制你 所以有人说即算是半年他当选 现在很难说 美国经济的大选又变成很难说了 早一段时间没有疫情 川普总统几乎连任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人说半年会当这个总统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疫情 整个把很多事情打乱了 再加上这个黑人狐狸一得的事情 两个事情把川普总统的险情呢 打得有点奇怪 有点诡异 我是都昏了头 为什么呢 我跑到马上去跟韩德 一下盘就聊天 他们说支持川普的人呢 还是很多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就说 虽然很多 但是原来的摇靶的票 已经生动了 有些摇靶的票比较偏向于这个半年 谁认为半年比较无能 这个当时的半年不会乱来 所以各种说话都有 我不知道您在香港是不是也听到了很多的提及报道的说法 我看现在来这个定论可能比较早吧 是不是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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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剩下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首先这个疫情现在确实是恶化 要是一个拥有常识的美国人会想 这个疫情是不是拜登搞出来的呢 跟拜登 跟这个川普搞出来的呢 跟川普有没有关系呢 再者 如果是把这个拜登换上去 拜登有呼呼唤唤语 只能能够一进白宫 来一个齐天大会 这个新冠状病毒就匆匆消失了吗 我看不会 所以现在到从现在开始 尤其是什么暑假 疫情会自然消散 只说不攻自破 每天四五万 五六万 我想一个有诚实理性的美国人会知道 这个跟川普没有关系 拜登当了总统赢 这个走势 这个势头下去 也压止不了 所以现在这个选情 我看要说这个拜登第一赢 可能为时尚早 是吧 好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话题 我有一个